那我們來看一下影片的部分 剛剛我們所看過 Google雖然很方便是幫你會自動完成 可是不見 因為它的那個部分 你可以自己做 也可以它自動完成 可是畢竟它的剪接功能是比較少的 那如果您在 有些時候我們常常會有一個需求 就是我們這個活動有沒有 請問一下大部分大家看到活動的照片 都是什麼時候 都是已經過了一段時間對不對 因為大家回去要稍微整理啊幹嘛的 但是有些要求 長官要求 快點 剛剛活動辦法馬上要看到成果 怎麼辦 你有沒有帶電腦出去拿到這邊剪 雖然現在類似像什麼威力導演啊 會生會也很方便 可是總是要帶著電腦 當然他們現在威力導演也有APP 但是呢 有更快的方法 因為我們剛剛有體驗過什麼 就是照片的處理方法 是不是有很多範本 我跟你講影片的部分也有 有雲端的也有APP的 那APP的部分我比較推薦這兩個 你看到我們那個新制圖上面 有一隻手的按讚的那個 那個通常是我覺得比較OK的 其他的我只是列出來給你看也有 也有 那有這個以一個以這個來講 這個是GoPro的 他被GoPro併購了 GoPro知道嗎 運動的那個攝影機那一家 他併購的這一家 這個這間公司 所以呢 他就專門 來做什麼影片剪輯 剪輯的部分 那真的他功能還蠻強大 第二個呢 我們待會介紹的是華碩也有一個 那我介紹這兩個有一個好處 他們家都沒廣告 然後不會亂來 比較不會亂來 所以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們先連到我這邊來給您看一下 先看這一個 好 我來看一下 Quick來 我看到的 有沒有看到這裡有Quick Q-U-I-K 那您把它點進來 好 您看這裡 這個是我已經有做的 這裡已經有做的 我從右下角這裡 來往下 有沒有一個加號 你就可以增加 那你先從裡面來挑 你要的那些照片啊 或影片 照片跟影片都可以喔 這個沒有差的 好 允許 你看剛剛的就在上面了對不對 來 往上往上 好 我就從裡面囉 這裡 我就挑一條 我也順便挑有照片的 有影片的 你要挑多少這樣沒有關係 如果挑好的就打勾就好 好進來了 有沒有一個標題 我想一下 我再試看看 剛剛那個行不行 照理來講應該可以 這裡 桃園 櫻歌老街 桃李家在 有成功 哈哈 就要拿盡一點點 好這個 每一台手機 可能辨識度不一樣 好 繼續 OK 你有沒有看到下面這裡 已經有一些範本給你了 對不對 有沒有自動配樂 那當然有可能你的音樂或標題你要改嘛 所以這些都是可以改的 所以我先到下面 我先把它平一下 那這樣應該各位知道你做了什麼事情 幹了什麼好事了吧 你完全沒做什麼事情 不小心就做好了 這樣很快啊 對不對 你也可以換換 有動作類的 這樣還OK啦 好 所以好了之後我先往下 往上這裡 首先讓它停一下 好 如果你覺得 欸 音樂我不太喜歡 這裡有沒有 有一個音樂的 欸 你就可以再換一下 好 那有需要更多的 你就再找一下 比如說換一首 其實那個音樂 配樂跟我們的影片會 差蠻多的 不同音樂會帶來整個 同一部影片 但是感覺完全不一樣 所以音樂很重要啊 好 好 那有了這幾個 如果你追了OK 再往後 這裡還有 欸 如果你有需要 因為我們拍的影片裡面 有可能怎麼樣 你需要再加一些文字說明 我們剛剛只有標題對不對 那也許這裡面 你還要去文字說明也好 或者是那個照 影片的長度的剪輯 這裡有一個文字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文字 你看這邊 這邊有另外的東西 在這裡 等一下齁 在這邊 你如果要編輯這張照片 上面有一個 來我現在點到這張照片 這裡是不是有一個這個 你就可以編輯一下 你看 好你看 要在這上面加上文字 還是對焦要弄清楚 加上文字 有沒有 這樣應該就比較清楚 或者是你是要加標題的 旁邊 加文字 加標題 有沒有 像這樣你就可以 講得比較清楚 說明擺一點 那好 這個好了 如果好了之後 我們看最後面這裡 有沒有 你還可以選擇 你要的是 還有有效時間 就是我們整個影片的長度 因為他預設是自動片長 有沒有 28秒鐘 如果你覺得這樣還不夠 你可以再拉長 可以再拉長 那你影片就可以加長 那另外呢 我們在這邊 電影 這個是跟那個比例有關係 我們影片的這個比例有關係 如果您希望 就是那個 這裡 電影的話會比較 我們一般講叫做什麼 因為各位這樣看比較看不到 我用這樣看 電影是比較 大概是16比10 16比9或16比10 但是如果我是等邊 就是比較四四方方的 原則上應該是 電影的可能大家會覺得 比較OK一點 好 再來就是音樂的部分 音樂 你要從 如果你剛剛那一首音樂 你不要從頭開始 你也可以自己挑 我要從哪一個 哪一個時間開始 OK 好的 要不要有濾鏡 這個應該都還好啦 字型的部分 你可以挑 好 我們中文的部分你比較看不出來 英文的部分那個字型 變化會比較明顯 這樣有沒有簡單 好的之後當然就是在這邊 直接做分享就可以了 這樣就可以了 那當然如果你還沒有編輯 就是你這個還沒有OK的話 也可以先儲存 單步分享 因為也許你可能後面 我等再幾張進來 我再來繼續編輯 也可以 那這個他就會幫你先 放在你的手機裡面 等到你下次再把這個APP打開的時候 像我剛剛那個一樣 一進去就有 你已經做的 但是還沒有發布出去的 好 這個是第一個 好 這是第一個 好 那再來我們剛剛來看一下 另外一個 那個是華碩的 也是類似的 我這邊這一段我就先聽